各位朋友,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色色头上一把刀,忍字头上何尝不是另外一把刀啊 忍来忍去,你会忍出内伤来的 中国的国内的舆论也是应该考虑的呀各位 菲律宾在南海仙宾礁的所作所为 大伙都明白这是想第二次坐摊抢占仙宾礁 中国的南海研究院的世界海军研究中心的主任陈向苗 向澎湃新闻说,这次菲律宾的海警船故意冲撞海警执法船 使菲律宾在仙宾礁升级挑衅和企图 渐进是占领该岛礁的一个动作 其实从去年开始,菲律宾就开始染指仙宾礁 从今年4月开始,菲律宾的9701海警船非法闯入了仙宾礁海域 并在此持续开展侵权的活动 仙宾礁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从去年开始,菲律宾一直将仙宾礁作为仁爱礁补给的中转站 为此,菲律宾派海警船在仙宾礁海域内长期抛锚不走 菲律宾近期不断地在仙宾礁挑衅的一个目的 就是想渐进式的实际控制仙宾礁 这次菲律宾的4410号船的航线再次证明了 菲律宾将仙宾礁作为仁爱礁补给的中转站 该船在非法冲闯中国在南沙群岛仙宾礁附近的海域受阻以后 再次的非法冲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的海域 菲律宾升级在仙宾礁的挑衅 还有给仁爱礁方向的局势进行侧应的目的 两个方向同时行动 看看中国能否有效应对试探中国的底线 应该高度警惕菲律宾常态化在仙宾礁的大型海女船的举动 未来是否会在仙宾礁建设一些设施 或者是否夺取仁爱礁那样的模式 派出舰艇进行坐摊 逐步将仙宾礁打造成非方在南海开始侵权活动的前哨战 这种图谋一定要小心的 好吧 咱们看看现场的一些情景 中央电视台放出了现场撞船的一些情景 中央电视台呀这是 啊 啊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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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直接撞了 一点都不带客气的 咱们再看看这个 威力宾那船上还有大量的西方记者 向湖的结局 Old Netflix Guin you are not allowed you into the nun 行 immediately or we will take contribute exclusive footage just in the Philippines has turned the south China Sea into its theater deliberately ramming a chinese coast guard ship with western journalists right there to capture the drama this latest collision between jane and philippine ships 不是一件事, 是一件发生的执行之一。 看近了。 在一部船的军会, 至少两个人专门和一群人专业 和一群人的军事物人被看到了。 为何一群人的军事物人 被军自己的军船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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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了制作 drama that distort facts 和帮助其军船换责任。 除了重警告中的中国船船船船船, 用水泡为什么不在撞船前用呢? 啊? 所以说呀, 这个有的时候中国的网友啊, 是恨铁不成钢啊,各位。 好吧, 美国人家发话了啊, 就海警船的相撞事件, 美国支持菲律宾, 并谴责中国的危险行动。 你看见没有? 有人说最近两天给了 菲律宾五亿美元的军员, 也不知道是白给的呀, 还是菲律宾买的, 反正是给了五亿的军火。 菲律宾这是硬起来了。 看看啊, 这个美国国务院的首席副发言人韦丹特·帕特尔, 他说美国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的支持, 美国与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并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8月19号在南中国海对合法的菲律宾海上行动采取的危险行动。 中国的船只使用鲁网的操作故意与两艘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的船只相撞, 造成了结构性的损坏并危及船上人员的安全。 这些行为是中国利用危险和升级的措施来执行其广泛和非法的南中国海海洋权力, 主张的最新的例证,美国呼吁中国遵守国际法并停止其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为。 美国重申,1951年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适用于在南中国海任何地方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者是飞机, 包括其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或飞机的武装攻击。 又来了,意思是我愿意为菲律宾和中国决战, 阁下又当如何应对呢? 中国的网友,中方应该立刻拖走仙兵交非方作坛的军舰, 驾仁爱交作坛的军舰,应该将菲律宾的两艘作坛军舰同时拖走, 一不做二不休快刀斩乱马。 菲律宾一心求打,如果不满足它, 它还会不停的招惹我们,要不实在不行就满足它吧。 中国海警应该当机立断,把破船拖走, 千万不要再次重演。 是吧? 说如果别人把一辆破车放在我家的围墙内, 且数日不拖走,我只好破碎肢解卖废铁, 对菲律宾仁爱交的军舰借鉴我的办法,好吗? 菲律宾总统上台时也是首访中国, 首访中国不能证明什么,打就狠打, 一次让他五百年都缓不过劲来。 该一次性解决了,国内的投降派太多了, 这可是在中国的头条上啊, 说国内的投降派太多了, 不需要舆论准备, 对外战争老百姓无条件的支持国家, 中国应该建造专门用于冲撞的海警船, 用高强度钢, 在任何的冲撞中, 敌破我不破,敌沉我不沉, 上破冰船, 是吧? 菲律宾在仙宾礁坐摊, 比那个仁爱礁的破船性质更恶劣, 说需要捐款吗? 我报名捐款, 我觉得应该抓住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的机会, 果断的打, 对于流氓强盗, 这是唯一的办法, 这都如同炸了南联盟使馆, 是吧? 说菲律宾三天不打, 上房接吧, 欠揍, 打就行了, 给他脸, 蹬鼻子上脸, 早就该收拾的, 希望菲律宾求蠢得蠢, 是不是? 看见了没有? 哎呀, 这个中国的民意汹汹, 民意滔滔啊, 这如果当断不断的话, 容易失去民心啊, 再说了, 人家美国都说了, 愿意为菲律宾在南海跟中国决战, 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我不是一直分析吗? 在南海把美国的舰队有声力量歼灭以后, 美国的世界霸主权轰然倒塌, 对吧? 台海问题也解决了, 人啊, 有的时候, 会忍出内伤来的, 不好解决呀, 点个订阅吧, 咱们下集再聊。